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10月26日 星期六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先提醒大家 1號戒備訊號現在是新校 我們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遠處西北太平洋有一個口實的雲團 其實是熱帶氣旋 康尼 我們最關注近身 在南海中北部有口實的雲團 它就是熱帶氣旋 譚尾 其實譚尾過去那段時間 都稍為有些增強 不過距離我們比較遠 雖然遠 但是和東北季後風的共同影響下 譚尾加攻東北季後風 由我們沿岸以至南海北部 有些地方都已經出比較大風 我們也要留意今天明顯風力 亦都會有機會大一點 以及會轉風向 我們看看太平山看出去 見到今天都比較多的雲帶 雨潭尾相關的一些雲 其實都已經覆蓋著我們那些沿岸地區了 我們再看看風力的情況 今早其實大部份地區 我們香港都是吹北至東北風 見到一些高山高地 以至離岸的地方風力比較大 好像橫蘭島 見到其實今早有些時間 風力都是去到每小時40公里或者以上 要留意今天我們預計 會譚尾隨著向西繼續穩定的移動 有機會我們現在吹北至東北風 但是稍後會轉吹比較大的偏東風 初時就屏閉的地方 有機會在稍後轉吹偏東風的時候 有機會就不是被屏閉了 所以可能風向轉變 亦都令到大家當風的情況不同 大家要留意 要小心 我們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的狂風驟雨 預計今天日間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29度 吹清靜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和高地是間中會吹強風 留意稍後會轉吹偏東的強風 和海有湧浪 最主要就是海有湧浪 大家停止水上活動 亦都要小心 如果在海上工作的朋友 另外就是亦都會轉風的方向 再次要提大家留意 原本有被屏閉的地方 有機會是因為轉了大的偏東風 有機會變得不屏閉 要留意 我們一齊再看看未來幾天的情況 在雲和雨的雨帶見到香港這個位置 取諸譚美進一步向西移 向海南島以南的海域附近 亦都稍稍會慢慢減弱 我們預計明天來講 其實風力都會稍為減弱 但留意雲帶仍在我們元朗地區 所以仍會有機會有良靜的驟雨 去到本周中期看到 低溫都是去到22度 天氣會比較亮 大家要留意多些關心 密切留意天文台發放的 有關熱帶氣旋的訊息 今節的天理睇到此 祝大家週末愉快 讓我們再看看 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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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